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棵新西兰真路板 这是一棵一本丛林状 一般的话新西兰真路板丛林树平非常少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那种悬崖的或者是林水 像这种大丛林的话非常少 两大三站都非常的难找 这是一本集看的我现在也数不清了 盆是前年的时候换的 然后是前年的时候简单的给它做了一下枝条的一个定位 吕丝基本上没有事 那你精进的给大家先看点 很好这个树 基本上已经成球了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丛林的这种树形 因为丛林的这种树形无论是什么样的苹果 以后绝对是一种趋势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业内公认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顶端是有问题的 就是所有的地板 因为新西兰它也是属于一种地板 所有的地板都有一个特性 它都是铺地 都是铺地贴着地面去生长的 所以一般的话 这种直杆档的 它也不例外 到了顶部之后 它也会慢慢形成一种类似小悬崖这种形状 然后我们稍微给它做一些人工的一些改变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它很好地去解决掉 在远距离给大家先转圈 很漂亮的树 像这种丛林的我们可以说是爱如释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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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